加州天气宜人适合从事各类户外活动 南加州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将在18号举办年度慈善高尔夫球赛 活动所得将全数捐给慈善机构 帮助台湾花东地区的贫困孩子胜利就学 欢迎社区高球好手踊跃参加 以求会友一起为爱悔改 南加州台湾旅馆业同业工会 2018年慈善高尔夫球邀请赛 将于4月18日在亚太棕榈酒店高尔夫球场盛大举行 今年的慈善高球赛将再次与北美华人会计师协会吸收举办 活动所有的收益以及慈善拍卖所得 将全数捐赠给延长寿工艺平台文化基金会 用来帮助台湾偏远乡区的孩子 主办单位特别于近期的记者会上 呼吁更多民众能够积极参与这项具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按照去年的惯例办了一场慈善高尔夫球比赛 让你能够挥干做慈善真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一样我们跟去年我们是把我们所有的善款 全部捐给公益平台基金会国际分会 公益平台基金会是由延长寿先生 是在2009年在台湾所创立的 他的宗旨是为了帮助一些偏乡弱势族群的小孩 让他们得到一些能够公平教育的机会 所以经过了9年之后所印证出来的答案是非常肯定 非常正面的 所以我们旅馆公会的这些同业们 希望今年也是把这个善款捐到公益平台基金会 让更多的偏乡的小孩能够得到教育的改善 成立于2009年的延长寿公益平台文化基金会 多年来注重台湾花东地区的经济与教育 发掘原住民与弱势家庭学生的艺术天赋 期望从教育做起向下扎根 帮助台湾起飞 4月18号的高球赛报名已经开放 欢迎社区的高球好手踊跃参加 一起为爱挥甘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